福尔摩斯 智取相片 啊 这相片还用智取啊 啊 说到波西米亚丑闻其案 这相片 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可以说这相片之案 那就是上个世纪的 眼罩门 这相片拿不回来 波西米亚 世西国王奥姆斯泰因 就会名誉扫地 他和土耳其二公主的婚姻 也就会化为泡影 甚至惹起两国之间的摩擦 引发战争 这么一说 这相片啊 还非得拿回来不可 但是 想在埃德勒小姐手里边 拿回这张六英寸的一张相片 可以叫 事比登天 因为都不知道这相片被藏在什么地方 是藏在他的别墅里边 还是托付给律师保管 还是放在银行里边的保险柜里边去了 但是 福尔摩斯却显得胸有成竹 他跟自己的搭档华生说了一句话 对于这个相片 我也不偷 我也不抢 我要让这位埃德勒小姐 亲自告诉我 她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大家也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小姐 埃德勒是怎么亲自告诉福尔摩斯的 但说福尔摩斯 假扮一个上了年岁的牧师 隐藏在别墅前边 暗中这么一看 埃德勒小姐 坐着他自己那辆别致的四轮小马车 打远处 顺着街道过来了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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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别墅前边的时候 忽然 有个流浪汉 奔着这辆车过去了 伸出脏兮兮的手 伸向了刚刚下车的埃德勒小姐 他要乞讨 他要钱 埃德勒小姐拿出钱钱来 拿出一些钱给他 可这一给钱呢 麻烦了 这位要的钱了 旁边还有俩膝盖呢 他灯灯跑过来了 小姐 哎呀好心人 你也给我们一些吧 他白天的时候要了很多钱 我们晚上还没有饭呢 埃德勒一看那给吧 可就在这时候 在周围又围过了七八个 敞着玩歪着脖 拎着酒瓶子的年轻人 喝得醉梦哈的 跟这埃德勒小姐是动手动脚 哎呀小姐 您皮肤真白呀 哎呀小姐 您哪是天女下凡的 说着有一位 还在埃德勒小姐身上摸了一把 埃德勒小姐被他们给围着 难以脱身 他们前拥后脊 使得这位小姐是十分的难堪 连声尽叫 啊哎啊快快来人哪 此时此刻 暗中的福尔摩斯 是喊了一声闪开 他分人群往里边就闯 来保护埃德勒 一边往里闯 嘴里边还叫着 你们不能对这位小姐如此的无礼 你们敢敢这样子 我就立刻报警 福尔摩斯说着 也不知道谁呀 抬手就给他一下子 是拿拳头打的呀 还要拿酒瓶子打的 就弄不懂了 福尔摩斯大叫一声 哎呀 扑通 倒地去了 刹那间 在福尔摩斯的脸上 就流出来了鲜血 阴红的鲜血 是顺着脸躺下来 一直躺到脖子上 前衣经都已经红透了 哇 埃德勒惊慌之下 锦衣连步 上了前面的台阶 踩到最高这一凳上 然后这才回转身 往下看 暗中的华生 仔细地观瞧着 埃德勒小姐 这埃德勒 本来就长得美貌 在那夜晚当中 一身白衣 台阶之上 回眸一望 就那修长的身材 真是如同 嫦娥下凡 这时候华生的内心 特别的愧疚 对待这么一个天使般的美人 我们现在设计策在算计人间 恐怕这一生当中也不会安宁啊 他这这么想着呢 就听人群里边有人喊 他死了 他死了 谁死了 福尔摩斯啊 福尔摩斯让他打一下子 头破血流嘛 又有人喊 他好像没死 他眼睛在动 又有人说 他缓过来了 缓过来了 这时 那个门卫 大旁边 走向了 埃德勒 埃德勒小姐 这个人躺在地下 现在动不了 他是为了救您 才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 不但说您的钱 都要被别人给抢去 恐怕您的身体 也会受到冲撞 那您得帮帮他 是否 把他先抬到您的屋里边去 您给他喂点水 他还醒过来 再让他离开呢 埃德勒小姐连连点头 你说的对 那么请大家帮忙 把这位牧师 给我抬到屋里边来吧 就这样 福尔摩斯先生 顺利的就被他们这些人 给抬到了 这位美貌的 埃德勒小姐的起居善 那时候福尔摩斯 都头破血流了 他还 神是清醒 那是一块海绵 上边蘸的红药水 使劲那么一挤 那红药水 躺起来了 也别说能把脸弄红了 再挤一点啊 那后背都得冲掉 那就成了胡萝卜了 福尔摩斯是假装昏迷 躺在长椅上 埃德勒小姐 十分温存的浮身观察着他 牧师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 他又让自己的女仆人倒过了一杯温水 他亲自用个小羹汁 给福尔摩斯慢慢的往嘴里边喂水 福尔摩斯 这才悠悠转醒 啊 福尔摩斯心里却在想 花生啊 花生啊 我安排你要做的事情 现在就快要做了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福尔摩斯这么想着 他那个表情 现在有点啊 胸闷 喘不上气了的样子 埃德勒一看 赶紧摆手 快 把窗户打开 林杰的窗户打开了 花生在外边一瞧 窗户打开了 福尔摩斯告诉过我呀 让我今天晚上配合的行动 交给我一个烟火桶 只要这窗户一打开 我就扔进去 那该扔了 他这么想着一走手 扔得还准呢 那是啊能不准吗 这花生过去是军医 在部队里边还练过头戴 也别说就这么近呢 你就离这个 七十米八十米的一走手 可以说那弱点都不会相差 一米 那有宫顶 烟火桶扔到里边去了 这个东西 他自动冒烟 哇 花生在外边就喊了一声 起火啦 这是福尔摩斯事先分配他的 扔完了就喊 他这一喊 旁边那个门外 还有那几个流乱汉 再加上 那个磨刀的师傅 都同时喊上了 起火啦 招呼啦 哇 快逃哇 哇 哇 乱上了 艾德的小姐 在屋子里边是吃了一惊 他一转身 快步就走到了起居室和他的卧室中间 前边这个吊厨的下边 他用手一拉这个吊厨的门 他打里边 就摸出了一个薄薄的信封 此时福尔摩斯躺在这长椅上 他的两眼就跟闪电一样 就看到了这一幕 看到了这个信封 福尔摩斯这心中就一喜 嗯 这就是那国王冥思苦想 而难以到手的线片 这就是这艾德的小姐 和那国王奥姆斯太英的密照合影啊 福尔摩斯为什么跟华盛说 我不偷 我不抢 我要让这位艾德的小姐 亲自告诉我 他藏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福尔摩斯的智慧 如愿以偿 但是福尔摩斯 见他把这信封要往处拿 心想你别拿 你要把它拿出来再换个地方 我就不知道你又藏在哪里了 福尔摩斯 是故作镇静的说 呃 女仆人 呃 艾德的小姐 你们都不要惊慌 我看这不是失火 是有这个 呃 西皮士 在恶作剧 扔进了一个烟火桶 听他这么一说 艾德的小姐 把这手往回 推 将信封又推回到这个吊厨里边去了 将门关好 回神瞧了一眼 这个烟火桶 一语不发 转身就离开了起居室 这个女仆人照料着福尔摩斯 过了一会儿 福尔摩斯就恢复如常了 本来福尔摩斯 想顺手牵羊 把他相片拿走 但是女仆不离左右 又见艾德勒的车夫 打外边进来了 牧师 我们小姐吩咐我 让我亲自把您送回家去 福尔摩斯一看 今天晚上不要鲁莽而动 即使这样 我就离开这个别墅吧 福尔摩斯用手 还捂着脸 似乎还有些疼痛吧 那么带我谢谢艾德勒小姐 我就不亲自见她告辞了 再见 女仆和这车夫 把福尔摩斯送出来 车夫让他上车 福尔摩斯说什么也不上 没什么没什么 本来我是晚上出来散步的 碰着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受了点伤 现在已经都好了 我还是散步回家吧 他是得散步 为啥 华生在前面路口等他呢 福尔摩斯一看 这车夫没有跟上来 他到了和华生碰头的地方 拉起华生就走 华生小声跟他说 福尔摩斯我明白了 你所谓的 要让这小姐亲自告诉你 你就是要造出这么一种惩恋 你跟我说实话 门前的什么流浪汉 还摸剪的抢太刀那位 是不是都你事先安排的 福尔摩斯一笑 亲爱的华生 你的思路终于和我是不谋而合了 怎么样 你看我的这个方法还是奏效吧 福尔摩斯是掩饰不住的 那么一种 大功告成之后的得意 可以说我们今天晚上的成功 是我们心理学的成功 之所以说是心理学的成功 是因为我们已经算计到了 这艾特的小姐会怎么样 一般说来 结婚后的女人 真要是遇着什么危险突发的事情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小宝宝 那么未婚的女子呢 遇着突发的事件 就会想到她珍贵的首饰盒 或者是之前的器物 那么对于这个埃德勒小姐来说 她最关心也就是说 她是为珍贵和保密的东西 那就是相片 因此在这电光火时的一瞬间 又着了火 外边人又喊 她下意识的一转身走过去 就是要找她的相片 她要保护好她的相片 那么我说 让她亲自告诉我相片藏在哪里 就是我早就算计到了要出现这么一种场面 华生 我想 现在你对我这种推理已经了弱执掌了吧 华生把大指挑起来了 死魔死 我现在对你啊都有些担心了 你担心什么呢 你这是当侦探哪 如果你要是当罪犯 恐怕全世界的侦探都抓不住你啊 啊 哈哈 两人是一边说着一边笑着也没有坐车 这就走回了贝克节221号闭座 此时都快到半夜了 福尔摩斯掏出钥匙 他开房门准备进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冲他打了一句招呼 福尔摩斯先生晚安 嗯 福尔摩斯一愣 他扭头这么一看 就见旁边过去一辆车 在道边呢 还有两个人在走东 他就一时没搞明白 是哪个人在跟他打招呼 而这个人也只是问候这么一句 就没有再说别的 福尔摩斯想了一下 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这就开门进去了 到楼上之后 福尔摩斯和华盛说 刻不容缓 马上到旅馆 把国王奥姆师太殷请来 我们跟他商量大事 时间不大 这位国王陛下就到了 可这位还是第一次见面那样子 穿的是雍庸华贵 两眼是炯炯有神 就这位啊 甭管穿什么衣服 让谁一看 那都是一个说了算的那么一个人物 福尔摩斯先生 我想您现在把我给请过来 一定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我们也不能 也不应该没有好消息了 因为 明天就是我跟二公主宣布婚期的日子 那埃德勒就可能把那相片公诸于众 我们也仅仅有明天上午的一段时间了 这个相片有朝落没有啊 和国王是迫不及待 福尔摩斯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把自己如何接近埃德勒 了解埃德勒 最终搞明白那相片藏在哪里 向这国王是仔细的介绍了一番 国王听的热血沸腾啊 福尔摩斯先生 你真是一位神态 你真是一位神人 你真是全世界的愉美之词 我现在都捧到您的面前 也无意表达我内心对您的赞赏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把相片拿回来 哈哈 陛下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半夜 现在去 那就会惊扰对方 于事无异 我已经想好了 天亮八点的时候 我们赶到 埃德勒小姐的别墅 请女仆人把我们领到起居室 我们拜见 埃德勒小姐 但是等那埃德勒小姐 来到起居室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也就不见了 而且相片已经被我们拿走了 您看如何 妙 妙啊 可这国王哪都不去了 宾馆都没回去 一直就在这等着 七点多的时候 他的马车到了 拉着这几位就直奔 埃德勒小姐的别墅 可是 他们到了别墅这儿 已经是人去乌空 仅仅是在原来藏相片的地方 给福尔摩斯留下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尊敬的 希勒克福尔摩斯先生 在所谓的失火之前 我始终没有识破您的伎俩 但在我手触到相片的时候 我知道我上当了 我极为佩服你的化妆天才 早就有人提醒过我 国王如想拿回相片 他肯定要找一位私人侦探 那么那位私人侦探就一定会是你 福尔摩斯先生 方才我在你的住处门前 向您道晚安 您回头观望 也证实了您的身份 现在我已遇我的丈夫 莫顿先生完婚 从此不再遇国王有任何的瓜葛 让国王放心和他的二公主 结婚吧 不过他要的相片 我不能给他 我要保存在自己的手中 因为这是我保护我的方法 我留下了另一张我的相片 请教育国王作为纪念 天涯路远 永不相见 埃里埃德勒 敬上 福尔摩斯看完了这封信 内心里对着埃德勒小姐 敬佩至极 这真是一个高智商的女人呢 那说埃德勒小姐真的走了 没走 此时埃里埃德的小姐就坐在里屋 她的卧室床边 观察着福尔摩斯等人的一举一动 感谢您的观察